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速遞 我是李慧儀 跟大家跟進一下大概3點鐘廣估的情況 看到恒指暫時下跌210點 最新報19292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6568點 一跌80點 大股成交暫時有781億 和下午的情況差不多跌200多點 跟大家看看焦點板塊和股份的情況 看到京東出了業績 股價今早開市的時候 齊齊升 但之後就個別發展 首先看看京東集團公佈 中期順利跌了6.8 每股盈利是45分 但第二季度的淨利潤就升到4.5倍 第二季度非供應會計準則之下 淨利潤都升到4.1% 暫時京東都可以升 暫時升到1.3%左右 至於京東健康 中期虧損 虧損型是2.24億元人民幣 經調整盈利就升到8.2% 京東健康今早試過微升 但之後都跌越跌越有 暫時都跌近9% 最新報52.75% 至於京東物流就升得最多 見到它中期經調整的虧損收窄去到5.85億人民幣 曾經是升近1成1% 突破20天線 現價都升近9% 現時就做15.3% 看看車股 車股今天的表現比較危險 事緣 內地多地養電愚民多項工業活動都暫停了 影響了汽車生產 之前瑞信都引述吉里汽車就四川限電讓民的回應 指吉里管理層表示在16日至20日期間會停產4天 但未知會否再進一步停產 見到那些車股暫時理想汽車 蔚來吉里和港氣都要齊齊一點 暫時吉里都下跌超過4% 至於小鵬汽車出業績後 股價都是捱沽 見到集團公布中期虧損44億人民幣左右 去年同期就虧損19.81億元左右 每股虧損2.5百元 不派中期息 小鵬汽車最多跌1成3 現時都下跌超過1成1 現價就佈73.55元 看看其他業績股 即快手 快手季度虧損31.76億元人民幣 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5.5元左右 錄得經調整的伊比達也有4億元人民幣左右 按年扭規為盈 是2020年度第4季以來第一次 收入和虧損情況都好 比市場預期 但股價下午後越跌越有 最多跌到1成 暫時跌幅縮一點 都要跌8% 現價佈69.05元 已經穿了70元這個關口 另外看看平保 中國平安出了業績就是上半年的順利 按年升到4%左右 好過市場預期 派中期息是每股9.2元人民幣 按年升到4.5% 新業務價值就跌2成8左右 去到195.73億元人民幣 股價逆市做好的 現時都升到3%左右 現價是在做44.25元 另外看看瑞昇 同樣出了業績 看到瑞昇上半年的盈利是跌了6成2 去到3.5億人民幣 收入就升到9.3% 不派息 單計第二季的話 收入按年升到4.6%左右 瑞昇半天的時候跌1.6% 之後股價也要倒升 現時就在升1.2%左右 現價是佈14元 看看碧桂園服務 看到碧桂園服務 現在就在做這個上半年 按年增長了7.3%左右 去到200億人民幣 利潤就按年升到22%左右 核心證利潤就升到約3成 不派中期息 這個職後都要捱沽 另外看看內房股688的表現 同樣出了業績 看到上半年收入按年跌了4%左右 日利按年就跌了1.9%左右 中期股息派每股先40先 按年跌了1.9% 股息率大概有6來的 這一隻暫時又倒升上來 現時升1.2%左右 現價是佈19.7%的 最後看看恆基地產12號 看到恆基地產 上半年基礎盈利減少了3成4% 主要是由於美麗華酒店入帳的方式不同了 至於計及相關公運價值 虧損之後的列帳盈利就減少了2成7% 行地維持中期息是5毫子 以及集團都希望 早日免檢通關帶動樓市和經濟平穩發展 這一隻跡後 暫時跌4%左右 現價佈26.15% 這環節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